马可福音第二章 过了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家摆农 人听见他在房子里 就有许多人聚集 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 耶稣就对他们讲道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 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得进钱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 拆了房顶 既拆通了 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路子 都坠下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笑着你的罪设了 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 心里议论说 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健忘的话了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心中知道 他们心里这样议论 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或对摊子说 你的罪设了 或说起来 拿你的路子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 有设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 我吩咐你 起来 拿你的路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 立刻拿着路子 当众人面前出去了 以至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神 说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又出到海边去 众人都救了他来 他便教训他们 耶稣经过的时候 看见 亚勒肥的儿子 立位坐在睡棺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 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立位家里 坐席的时候 有好些税吏 和罪人与耶稣 并门徒一同坐席 因为这样的人多 他们也跟随耶稣 法利赛人中的文士 看见耶稣和罪人 并税吏一同吃饭 就对他门徒说 他和税吏 并罪人一同吃喝吗 耶稣听见 就对他们说 康贱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 本不是造义人 乃是造罪人 当下 约翰的门徒 和法利赛人进食 他们来问耶稣说 约翰的门徒 和法利赛人的门徒 禁食 你的门徒倒不禁食 这是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 同在的时候 陪伴之人 岂能禁食呢 新郎还同在 他们不能禁食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 他们就要禁食 没有人 把新郎缝在旧衣服上 恐怕 所补上的 新郎带坏了旧衣服 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 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恐怕 酒 把皮带裂开 酒和皮带旧都坏了 唯把新酒 装在新皮带里 耶稣当安息日 从麦地经过 他们徒行路的时候 掐了麦穗 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看啊 他们在安息日 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者大卫 和跟从他的人 缺乏饥饿之时 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当雅比亚 他做大祭司的时候 怎么进了神的殿 吃了橙色饼 又给跟从他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